好 那麼現在確定 國民黨就是提名 徵召侯友宜參選2024 所以媒體說 侯友宜是藍袍加 甚至黃袍不要用 藍袍沒有什麼用 藍袍給你實踐好了 藍袍只是自己加自己 黃袍就是真的選贏 侯友宜代表國民黨 出征總統的這個位置 媒體有說他有三個挑戰 第一個所謂落袍 就是說新北市長 剛當選去選總統 這是一個 不過我覺得這個還好 整合這個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說你整合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郭台銘 其實柯文哲也必須要整合 我覺得還是 再怎麼樣都應該整合 另外就是兩岸 兩岸之間到底國際等等這些 政策性的問題 所以侯友宜必須要面對 但是我認為兩岸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兩岸到底有多困難 你要提到什麼樣的 你要提到多遠見 要欠和平協議 要邦聯 要聯邦 要怎樣 大中華共同市場 對不對 侯友宜就要和平 不要打仗 多溝通 多交流 其實大部分也就是這樣 我不打仗 我不去挑釁他 然後我們能夠和平 能夠和平是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兩岸 也沒那麼複雜 但是我覺得整合是要很 那是很細膩的 整合要很重要 侯友宜說你看兩岸和平人民安心 而且你明年的選舉就是和平與 和平或戰爭 不是和平與戰爭 不是戰爭 戰爭或 War or Peace 而且國內百費待舉 所以侯友宜說不能視而不盡 就如果你民進黨說兩岸搞很緊張 沒關係 因為你有什麼台灣意識 有自己的統統意識 國內搞得很好 對不對 然後內政也很好 經濟都很好 民眾其實也可以 問題是也不好 所以這是侯友宜講的 國內百費待舉 不能視而不見 所以大家好奇他的主軸是什麼 看起來就是兩岸跟內政 看起來他的主軸 內政當然包括經濟等等 羅志強今天接受王潛秋的訪問 他說侯友宜要面對過去 要解決公投爭議跟能源政策 就像當時我這節目也建議 郭台銘 雖然他據說當時很不高興 不過後來還是聽了 我就說你要向國民黨道歉 你當時拂袖而去 要道歉 聽說他很不高興 我幹嘛道歉 後來他也道歉了 羅志強給侯友宜的建議就是 第一個 公投有爭議 因為當時你要歲月盡好 這四個字現在是一個傷害 所以侯友宜可能要說明 另外能源政策 何一何二要不要研議 何事也在共聊 也在新北 當時侯友宜他是繼朱立倫的政策 當時說隨時保持沒做好 所以不發使用執照 不發執照 不發執照現在就合一合二 就沒有辦法研議 合廢了去不了 將來怎麼辦 你現在要選總統了 不是只是新北市 更何況民調新北市的民眾 超過一半是贊成合一合二研議的 在這種情況下 侯友宜要不要改變他的講法 這是羅志強認為 公投的爭議跟能源政策 好 那麼侯友宜說 民進黨說你要為代職參選道歉 你要不然就辭職選 侯友宜說市政是不能停歇的 而且我要全力加速 我做給你看 我不但可以當一個候選人 我也可以把市政搞得很好 然後國民黨還反擊 賴清子才落跑的先驅 1988年當選國代去選台南立委 然後2008年剛當選台南立委 又跑去選台南市長 2017年市長任期沒結束 又當行政院長 2019年行政院長當一半 又爭取總統提名等等等等 所以你不是要跟按照邏輯 要跟很多人道歉嗎 我們看一下 侯友獲得珍州 眼前當之急 則是黨內勢力如何收編 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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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州大事台上士氣如虹 台下挺國派常委 沈志貴仿佛事不關計 還有洪海創辦人 國台銘妻子老家 南投縣議長何慎豐 也開出第一槍 宣布退黨 台面上說是要維持行政中立 卻被翻出 曾直言看不慣侯友宜 在藍綠間遊誼 尤其他四大公投案 哀鴻被刺 同志還有黑金爭議 炮口對內 傷口如今都還沒米平 案內之外還有攘外 侯友宜沉迷的國際官 如今只端出四月訪新 中美日三方角力 戰略仍然磨骨 還有兩岸論述不談九二共識 卻端出杯子理論也讓人摸不著頭緒 中華民國那是我們的杯子 臺灣的我們的水 杯泡水腹 我們就不好了 他已經講到滑毒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靠向潛力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是想要擴張 他們不只是要防衛而已 利拼政黨輪替最強 母機上陣黨內諸侯伊點名 北北基陶全到齊 媽媽市長盧秀燕卻不在其中 侯友宜領軍喊團結 怕的是這回換同志 想歲月靜好 自個呵呵做事 到底這個大家怎麼看侯友宜 到底難題或是要面對的挑戰 我們先請教這個民進黨 小心那個佩芬 這當然是國民黨提名 終於有經過非常的神秘的過程之後 終於確定說 應該是確定了 就是侯友宜來出戰 但我看侯友宜這一次出戰 有幾個問題 首先當然就是出師不力 他包括說跟郭台銘這樣子 很多人包括國民黨內 陳玉珍委員前幾天也才說 三分之二的中常委是支持 郭台銘的情況之下 就是貿然直接提名侯友宜 當然這是國民黨黨內的家務事 可是包括說南投議長 他就選擇就是宣佈說退黨 國民黨的台中市議員也有在說 你決定你的 可是我們不一定要聽你的 另外一個部分看到的是 他的準備看起來也是不足的 在昨天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講中 講來講去就是團結就是要慎選 可是他沒有講出任何的國政 我們現在不是要你講太多的細節 但至少要給一個方向 4月12號民進黨提名賴清德的時候 他其實是非常講得很具體的 他講到說有三個民主 民主團結 民主治理跟民主和平 不管你同不同意他 你認不認同 但是他提供了大家一個想像 他提供了大家一個願景 這是昨天我們在 侯友宜的提名的時候沒看到了 再來另外一個也是剛才 像羅志強他自己有講的 侯友宜他的定位不太明確 就是他一直以來會被很多 國民黨人認為說是所謂的藍皮綠骨 然後甚至他原本的民調是滿高的 但是因為國民黨中央不停不停的拖下來 這幾個月下來其實他的民調 是一直在往下降 沒錯可能剛才看國民黨的內部民調 看起來他還是略高於郭台銘 可是最後讓人家懷疑說 他是不是一直在國民黨黨中央保護之下 才出現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面對說他現在就有點出師不力 準備不足 定位不明這樣的問題 他要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克服 我覺得這接下來 是侯友宜的一個難題 來 正好 其實我認為侯市長有三個難題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待職參選的風險 還有他到底是不是要辭職 他如果繼續待職參選 就面對很多問題 市政如麻 我隨便舉個例子 夏天快要來了 颱風一來萬一出了什麼 風災 當然我們不需要發生 這個時候你到底是要繼續 持續你的競選行程 還是你要趕回去救災 我相信會去選擇趕回去救災 但是你的競選就被耽誤了 萬一這個風災特別的嚴重 你沒有第一時間把它處理好 比方天坑的事情 那個後續的影響就非常大 可是你一辭職 這個老闆市長的這個稱號就又出來 所以第一點我覺得 他必須要先解決他這個問題 尤其是他在新北市議會 他說他不知道 尊重議會 就是他把這個市政總質詢 搬移到這個部門質詢之前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不正確的做法 也不太明智 因為通常我們有議員也在 一般來講 正常來講 都是在這個市政總質詢最後 所以這一點 他能不能讓新北市民接受 我覺得這個他也要去想 第二點就是我個人覺得 我也呼應一下我們的配分 我覺得他的論述能力 的確是要加強一下 比方說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我聽到他喊最多的就是那一句 就是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 喊了好多次 三次 對 三次 我相信或許政黨輪替 是至今台灣的一個最大公約數 可是你不能只喊政黨輪替 你光在那邊喊政黨輪替 政黨是不會輪替的 我覺得你在各個議題方面的論述 你一定要加強 比方說能源的議題 剛剛談到很多 核四的問題 法律的議題 居住政院的問題 兩岸關係 甚至是國際事務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 要競爭大位的人 你要選的是總統 不再是新北市市長了 如果你要選的是一個 總統的職位的話 你所有的國際觀 你所有的政見論述 甚至你制定政策的能力 都要讓人家心服口服 我們的國民才會選擇你 第三個問題 我覺得它是黨內整合的問題 應該不能說黨內整合 就是一個整合能力的問題 三階段 國民黨是說 先黨內 再泛藍 然後接著來非綠 黨內看起來現在沒問題了 已經定於一尊 泛藍 我覺得這個不是科 郭 我覺得郭阿銘 董事長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注意 我不認為會一了百了 我個人目前看 等一下我後面可能有機會 我再來講 第三個就是非綠 也是我認為最難的 就是我們柯主席 如果要能夠整合成功的話 我個人目前看起來 是不太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怎麼樣去整合這些勢力 到底能不能整合 其實是2024 能不能讓台灣成為一個 真正好的走向發展的國家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小燕 剛剛佩芬有講說 賴清德提到很多願景 我是不太清楚說 現在房價變得很便宜 算不算是其中他的一個願景 但我們侯友宜 自己當然也有很多 在這個被提名之後 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過去因為他是新北市長 大家要知道 新北市他們其實 財政負擔被中央把持的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就像過去他們在 錢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時候 他們也有反映過說 都沒有拿到錢 所以他過去在做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有些時候 他也算忍辱負重 他常常私下的時候 跟一些朋友說 為什麼他沒有站出來 去跟民進黨職求對決 某種程度他是希望 讓市政可以進行的更順利 這是他作為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必須要把市政推動 放在優先的 但是現在當你做了總統候選人之後 那情況不同 你要希望說民調 可以先爬到三層 三層五 三層八 四層 就是必須要去挑戰民進黨 必須要跟他職求對決 不管是剛剛講到的過去的公投的議題 或者是說能源的議題 甚至我講一個侯友宜最擅長的 就是詐騙嘛 現在全台灣人 我剛剛看喔 有一個民調出來講說呢 全台灣幾乎八九成 都有被詐騙過的經驗 這個民調詐騙之島 九成民眾收過詐騙訊息 自知理虧的 自認理虧竟然高達42.8% 這是民進黨現在帶給我們台灣的 侯友宜他過去的身分是警察 他對於很多這種辦案他有了解 就應該把他的專長拿出來 直接跟民黨職求對決 你怎麼會讓台灣變成詐騙之島呢 怎麼會每天 我也收到簡訊 說我什麼 來給大家看一下 說我有一個什麼交通文規罰款未繳 結果去查 沒有啊 這就是詐騙啊 全台灣誰沒收過這樣子的詐騙 怎麼會我們的執政黨 然後把現在詐騙變這麼猖獗 甚至還在郭台銘沒有被提名之後 拿這個詐騙簡訊做了一個模擬圖 來開國民黨的玩笑 你這是把你的玩笑 你要酸國民黨可以 但你不要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 民進黨已經囂張到 把他們自己的快樂 去酸國民黨這個事情 建築在人民的痛苦上 有多少人因為詐騙家破人亡 有多少人甚至他人才兩失 甚至有想不開一家這一輩子辛辛苦苦 每個月賺3萬塊4萬塊 賺了一輩子的錢全部被騙光了 大有人在IMB的詐騙事件 到現在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那侯友宜他有這樣子的專長 就應該要拿出魄力來 跟民進黨直求對決 因為當你點出問題發現問題 大家才會知道你跟民獎不一樣 未來選了你 你可以帶給我們更好的未來 sweatpants 倒甩 倒甩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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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